给我一点时间 因为我要跟各位做一下报告 避免待会失误 来 请安静一下 谢谢你 好 待会我们的跳舞 不管第一场 第二场 第三场 还是第四场 都是面对舞台跳舞 这是指定曲 指定曲 因为很遗憾我们外面草地太湿 所以我们不敢在草地跳 我们怕有些年纪大的前辈们 万一一个不小心会容易摔伤 所以我们移到这个场地来 室内场地 所以很遗憾 我知道大家八支舞曲都练得非常熟悉 但是我们只好用分组来做表演 而且昨天平正高中特别交代我 千万不可以 一千五百人同时跳 因为他怕把体育馆跳垮掉 真的 他真的这样子跟我讲 他说你们千万不可以 一千五百人同时跳 我说放心 我们四分之一的人跳 所以呢 待会第一场 第二场跳 现在是第一场 待会直接第一场跳 第二场的在旁边stand by 跳完之后 请 请 直接散开 第一场的直接散开 第二场的进来 待会三四场的时候一样 第三场的在这个台上跳完的时候 直接两边散开 第四场的进来 这个是指定曲 然后有十五队的自选曲 自选曲的队伍 请记得 你要从后面的两个门进来 对吧 后面的那边是进场 出场从这里出 好 自选曲一定从后面进场 面对舞台 右边出场 好 然后 待会是第一场 第二场跳完之后 第一场跟第二场的同时 往两侧坐 那有人会没有椅子 对不起 第二场的朋友 就请你席地而坐 好吗 或者是旁边有椅子的 你就再拿椅子 好 这点我们很抱歉 我们因为我们不能排太多椅子 会影响到这边的跳舞 那所以呢 第一场第二场表演完以后 第二场的人请席地而坐 进行自选曲的表演 自选曲15个群的表演完之后 在场上的第一场跟第二场的团员 我们所有的表演人员 请记得在这一边的 从这个楼梯上 我们要换场 在这边从这个楼梯上 在这里从这个楼梯上 上到二楼 那二楼的三组跟四组的人 请你用后面的楼梯下 所以请你们不要打架了 你们从那里下 然后进场 你们从那里下进场 你们是从这里上到二楼 你们从这里上到二楼 这样子都清楚了吗 非常棒 所以谢谢大家的配合 我们相信今天又会缔造记录 我们这次老天爷就是要考验 我们大家的能耐 他想给你大太阳 我看你跳得很好 我现在给你下雨天 我看你怎么跳 所以我们这次要再一次的证明 我们任何的状况 不管晴天雨天 刮风下雨 我们都可以跳得非常好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那相信我们艺座有跟大家说明得很清楚 那也希望各班队的掌旗手 待会带队的时候能够记得 我们队伍移动的方式 那还有一点就是不好意思 因为待会在场内舞蹈的时候 可能需要的空间会比较大 也许两侧的座位区 一楼两侧的座位区 可能座椅如果摆下去的话 我们空间会被挤压 如果方便麻烦一下我们一楼座位 两侧的话可以将折叠椅 先收到旁边 我们可以席地而坐好吗 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场内的空间有限 那待会在场内跳舞的时候 有不少的动作 有可能会挤压到两侧 所以要请两侧在等候的队伍要稍微辛苦一点 麻烦一下谢谢大家的合作 另外各班队的指导老师 麻烦可以移驾到台上来就坐 各班队的指导老师可以移驾到台上就坐 那我们现在需要先做一个兵役宣导的活动 那请我们兵科的上兵 胡佳宏 胡上兵来跟我们做个兵役宣导 谢谢 各位青春美丽的大姐们大家好 好 我是来自陆军第六军团的招募上兵胡佳宏 今天来跟大家做个简短的兵役宣导 像我们国军的班队总共有分就业以及就学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是今年高中他刚毕业 高中只要毕业可以报考我们的二专班跟正习班 读书结束以后直接马上就业 二专班是直接以士官任职 士官的起薪是39345 如果是读正习班是四年 四年毕业以后已稍微认官 是47845 这是我们的起薪 如果说在里面做升迁薪水会再做增加 然后如果说你今年是高中毕业 或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 没关系我们也有就业班队 我们就业班队总共有士兵士官军官都有 士兵的起薪是333845 然后士官跟军官的部分刚才先没有讲过了 基本上士兵高中只毕业就可以 然后如果你要士官的话是要大专毕业 军官就大学毕业即可 然后我们国军班队会 换好我们国军录取以后 我们就想想我们一些福利待遇 像水电费或者是像生育结婚 然后还有些看就医 我们如果说自己本人在军医院看病是不用钱的 家里人的话少付瓜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内部进修想我们有些考取证照的班队 考取证照是不用钱 如果读书的话会想要补助 如果事后大家想要了解更多 欢迎大家到外面 我们会设个摊位 可以将我们所谓简查或咨询 谢谢大家